小白你看就最近上矿山悲愈的这个视频 然后好多小伙伴又私信我说是想跟着咱们一起上矿山 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所以说大家不要光看说光看到这吃肉 也要看这挨打的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上去跑一趟两趟三趟 都是只花钱不出钱 当然就是付出肯定是有收获的 这个肯定是你看就比如说 像大叔大叔驾驶员他开车 然后他知道所有的地方 你把他叫到什么地方人家就到什么地方 然后把你送到什么地方 你什么时间出来人家就在那地方等你 首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地方这是一方面 如果你开车的话你不知道地方 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上山一样上山一样的 像每个小团队他里面都有各自的技能 就比如说谁是干什么的谁是干什么都有技能 并且这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是要相互信任的 就比如说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口子 就是能挣钱的就是我们这小团队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口子 这小团队的人一块去了 只能这个小团队的人知道 你不可能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 大家都去 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说你来这个地方来捡狱 你只能去外围捡 内围你是捡不上的 就是内围的话你可能要在这待很久 所以并且一般情况下就是好多人说来 让我们去带他捡狱 我们是不会带的 首先是责任 因为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 首先我们是承担不起的 还有人说是他宁愿他愿意签生死状 不行了不行了 这个说起这个了就让我说一下 就是好多人说了为什么不让女士上山 为什么不让女士上山的原因 其实不是说对女士的歧视 而是因为女士的体力它是不如男士的 然后就比如说上矿山把女士带上 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去检狱或者干什么 去把女士带上的话 他提议跟不上 跟不上 然后比如说今天要去这个点 但是因为他的原因 然后达不到这个点 这个点到不了的话 吃的没有喝的没有 然后住的没有 休息点都去不到 然后把整个团队都给脱略了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这个团队我们一起上山 就是如果这个人被困着了 或者有什么问题了 不可能见识不救 如果你见识不救的话 你这对子肯定心里都会不安 如果你要是说去救他的话 就会把所有人都给脱略了 就比如说说牵手生死状 这个我感觉太 太耳性了 太耳性了 因为这个东西 带着你出去 如果出事情的话 你话是这么说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肯定是有担不安的责任 法律上是不认这个生死状 对